这天深夜,奥姐行三人聚在了杜克的破船上打发时间 对面是大白和小白两兄弟 小白是个话捞,他一直嘚避嘚避嘚避嘚 试图打探奥姐的私生活 奇怪的是,这个小白的排技出奇的好 还未出牌,他就知道对方的底牌是什么 牛逼到大家都怀疑小白在出千 不过好歹是客人,杜克没有好意思当场发作 这我认识玩得起劲,奥姐的上司大鲁蛋突然造访 本来奥姐来港湾正式度假来了 没有想到他越带越上昂 你可是FBI啊,老带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虽然怎么回事 上司要带奥姐回去,奥姐不想走 这里有他的两个田狗,还隐藏着他绅士的秘密 更别说每天都在发生神奇的超自然案件 可比带在FBI有趣多了 就在此时,哄的一声响 不知哪个缺德鬼,居然把船舱的门锁上了 奥姐是毒呼叫救援 上司让他别白费心思了 因为铁船上没有信号 更别说所有的窗户都已经封死了 另一边的杜克还在全神灌注和兄弟俩打牌 他在赌神小白的眼中形成我奔 杜克连输了十把,气得脸更加长了 杜克输得连底裤都不胜 于是拉着朱利亚去仓库里拿钱 实际上,杜克早就发觉 小白兄弟俩最翁止以不再久 他们不是为了赢钱 而是想要更重要的东西 花音未落,两个人就遇到了同样的事情 门突然被锁死了 正如杜克猜测的那样 小白兄弟俩动机不纯 他们迅速发动小船向着海上驶去 杜克心急如焚 难道兄弟俩只是为了抢走他的破船吗 现在他只庆幸 刚才拉着朱利亚一起走了 不然这姑娘怕是要遭兄弟俩的毒手 天气蒙蒙亮 而他们离小镇也越来越远 事实这么胆大包天 连FBI的探员也敢入截 奥姐气定神仙 取出了一把扳手 直接把窗户砸了 只是很可惜 因为离岸太远 手机依然没有信号 与此同时 远在小镇的内森 因为一直联系不上奥姐 早已坐立难安 父亲爱为内森 别多想孩子 说不定奥姐只是跟杜克一起喝多了呢 哎呀妈老爷子 你还不如不开口呢 老爷子说的也没错 奥姐只是内森的搭档 又不是他的女朋友 你管他跟谁在一起 由于一直联系不上外界 奥姐只能将手机塞进到罐子里 当成漂流品一般扔了出去 期待手机能够漂到有信号的地方 将他的求救信息发送出去 这是杜克的船 自然没有人比杜克更了解船体的构造 他想起货舱后面还有一个逃生孔 然而刚打开逃生孔 迎接他的却是大白那张阴森狡诈的脸 杜克起得对他扣下了扳机 可枪里却没有子弹 原来这俩兄弟早在上船时 就把杜克的子弹卸了个干干净净 真奇怪 他们总是能提前一步知道杜克的计划 原来兄弟俩是别人介绍的牌友 怪只怪杜克他爱打牌 而兄弟俩就跟有独心术似的 总是能够投其所好 这一来二去的 杜克自然跟兄弟俩成了好朋友 哪知道这俩货从接近他的那天起 就动机不纯 想来也是 杜克自己就是做灰色生意的 他认识的能有几个好人 在朱利亚的质问下 杜克终于承认 兄弟俩一定是为了他前几天 刚收到的盒子而来 他也不知道盒子里是什么东西 反正他只是个中间商 无过问太多是他们行业里的潜规则 与此同时 奥杰的漂流屏终于有了信号 手机发出了求救信号 远在小镇的内森第一时间收到了短信 得知奥杰和杜克一行人被困在了船上 内森当即拨打了救援队的电话 由于杜克的破船年久失修 船身突然出现了一道裂痕 大量的海水涌了进来 而他们还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浑然不知 奥杰了解杜克 这货总是会做好两手准备 他开始翻越书架 翻着翻着 还真的发现了一道暗门 与此同时 远在小镇的内森一点都坐不住 他非要弄条小船 一个人出海救人 老父亲只能拦住了这个神经病 你是打算靠一丝小船 就翻遍整个大西洋吗 另一边 杜克心心满满的告诉朱莉亚 小白兄弟俩不会杀了他们的 毕竟人家只是想要那批货 杀人对他们一点好处都没有 然而摔不过三秒 他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此时他才后知后觉 自己的船漏了个洞 如果不尽快修补 他们就要扩似路斯和杰克了 与此同时 小白兄弟俩也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他们搜遍了整艘船 都没有找到那个盒子 不过比起那批货 小白此刻更担心这艘船 原来小白也感知到 船在漏水 既然如此 兄弟俩必须要速战速决 于是兄弟俩找到了杜克 逼问盒子的下落 只要大白的手都问酸了 杜克竟此打死不说 于是小白将杜克带到了甲板上 留下朱利亚一个人在货舱里 严加看管 有人就在省 杜克自然软了三分 小白似乎胜券在握 他不断引导杜克 回想盒子的下落 杜克不知道对方的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 于是开始胡思乱想 原来小白有读星术 难怪每次都能清楚知晓他的底牌 终于 小白诗然一笑 他已经读到了盒子的下落 随后他嬉笑着拉起了船边的绳子 原来盒子正在海里挂着呢 既然东西已经到手 兄弟俩当即启程返航港湾证 大白正在联系雇主 果然不知奥姐已经从暗门悄悄爬了上来 大白前脚刚离开 奥姐后脚就通过无线电联系上了内森 他将前因后果 以及船的坐标都告知了对方 内森已经调查清楚了兄弟俩的底细 原来小白一年前突然得了遭遇症 他一直宣称能够提前读懂别人的想法 当然没有人信他 而强行把他关系了精神病院 现在想来 小白没有说大话 这货真的有异能 但这项异能也有副作用 那就是每个人的想法 会长时间停留在他的脑海里 使得小白头痛欲裂 还睡进脉延期的船舱里 船身也倾斜得越来越厉害 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奥姐趁着二人不在 偷偷来到了甲板 他解开了杜克的绳子 得知小白有毒心术 杜克到这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这里是港湾镇嘛 啥奇葩都有 两个人商量出了一个比较损的计划 杜克吸引来了两兄弟 随后扣死起了李小龙 紧接着是迈克尔杰克逊 你们先别激动 更给你们跳个脱衣舞 兄弟俩的胃力一阵放向倒海 小白更是被他满脑子奇葩想法 折磨得头痛欲裂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趁二人不备 杜克一脚踹翻了大白 小白健壮 只能乖乖投降 原来刚才整个过程 杜克都在想着黄色电影 奥姐则在暗处指挥他的一言一行 因此小白才没有读懂杜克的计划 就这样 兄弟俩一上岸就被捕了 即便没有内森在 奥姐一样能够hold住全场 力挽狂澜 金子一劫 倒是拉近了杜克和朱利亚的感情 朱利亚从小就暗恋杜克 不知道两个人今后将何去何从 小小的港湾镇充满了奇人意识 大家早已见怪不怪 倒是光头上司充满了疑惑 他读过奥姐的报告 小镇上有黑影人 爆炸人 变形人 各种奇人意识层出不穷 上次还是希望奥姐回去 和奥姐来港湾镇才几个月 这里的所有人都带他如亲人一般 说把奥姐向上司提出了辞职 从此以后 他将留在小镇当个小小的警员 继续调查身世的秘密 可别以为上司会失落 因为这个结果早在他的意料之中 故事最后 上司鬼鬼祟祟找到了小镇的警长 也就是内僧的父亲 原来他们俩是老相识 危机已经悄然逼近 为由奥姐才是切开所有秘密的关键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这集有个小小的彩蛋 第22分15秒 奥姐在检查书架的时候 加字上一本小说 绿魔 绿魔是本片的指导师蒂芬金 在1987年创作的科幻恐怖小说 1993年被改编成了同名电影 第一季已经接近尾声 女主之所以来到港湾镇 全是上司的刻意安排 那么上司究竟是敌是友 港湾镇为何有这么多其人一事 紧张口中的危机又什么 围绕着女主和小镇有太多的秘密 就让我们一起在接下来的剧情中寻找答案 我是葛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